知名手機遊戲團體對戰 雙方互相攻塔 強調團隊合作 使目前最夯的人氣手遊 只是竟然有國中生放寒假 玩這款遊戲 打發時間卻玩出大事 照片中的少年 臉龐稚嫩跟一般孩子沒兩樣 但他卻在遊戲社團中嗆瞎 他說沒關係 你們這麼會雷 我就讓你們在遊戲一樣 體驗真正的死亡 明天帶炸彈去高雄捷運 只要被我看到 你在玩遊戲 結果不到20分鐘 13歲少年就被警方找到 少年爸媽一見到員警上門 還將人帶回警局說明 十分錯愕 警方說第一時間少年還否認 經過員警勸說後 才坦承文章是他PO的 他這下知道事情大條了 而少年的家長一聽到 兒子竟然嗆聲炸高結 還說要用摺疊到捅人 當場氣的把兒子叫許一頓 所以父母親也就是說 不要讓小孩子接觸到這個遊戲 少年說因為玩遊戲跟玩家互嗆 才會在臉書PO文發洩情緒 不知道已經觸法 而少年的行為涉及恐嚇公眾罪 可處兩年以下有期突刑 拘役或300元以下罰金 他也被依法 寒送少年法庭審理 玩遊戲玩到恐嚇大眾安全 自己惹不上身 少年肯定後悔莫及 記者吳郭珍高雄報導 希望你學校好好食用 超級美觀 我們來說 小明星